由国人研发的一对一传福音工具 从怀疑到相信 以圣经架构及预言应验的角度切入 将福音系统化介绍出来 不但能够帮助目道友 从怀疑到相信 也能够帮助培训的基督徒 从相信到见信 当我们这个工具开始一对一以后 变成把这个信的点 信的证据解决了 点清楚了 所以对象不但看到我们的爱 然后也看到信的理由 所以他们就进教会了 透过这样一对一 十次的一个课程当中 我们建立了关系 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 生命的一些问题 就觉得好像很信任我们 然后就开始分享 怀疑工具提供逐次稿 完整图表 讲义 很有系统 次序地照着做 就能进行一对一传福音 创办人江文奇 从自己对信仰的疑问出发 经多年找解答并研发 八年来不仅待一百多人信主 十年前更开始对外推广 在各教会开课 怀疑工具它就是用圣经传福音 所以它第一课就开始讲到说创造 比如说空气以上的水 空气以下的水 这种概念 其实那个时候的人很难有的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物理 非常科学的概念 怀疑的确可以帮助一些 很理性思考的 认为自己不要迷信的 但是原来圣经这么的理性思考 跟有科学的概念 那这套工具 我自己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非常震撼 它那个整个福音切入点 就是站在未信的角度 去同理他们的心 所以它第一课就是证明 这位就是神 就是真神 就是第一课就让你知道说 原来有这么一位神 然后后面就铺陈下去了 我这样子照着讲 竟然它也绝制了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对一很重要 那一对一很重要 是因为我认识它 认识对方 它的状况 它的身份 或是它对于这信仰里面的程度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它 所以当他们每一次 他们自己去传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在教育自己 甚至是牧养自己 在建造自己 我们开始使用 传怀遇到相信这个工具之后 教会家人的爱主的心 跟对神话语的认识 和热忱都提升了 怀祥工具传福音收割率 高达八九成 但十周过程中也会有平静 为了支持怀祥工人 发展出追踪工人回报的系统 并且与怀祥工人问题交流 并提供意见 我们不只是受训之后 就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他们成为我们的带导者 他们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者 那这样的工人呢 就不会因为气馁啊 因为挫败啊 甚至于成功带领的时候 也没有人跟你一起分享那个喜悦 整个教会就只有默默的几个人在做 所以那个情况马上不一样 怀祥团队至今在全球建立二十余个教会团队 准工人也达到六千位 同时这套工具越南文版已经推出 英文版正在进行教队中 相信上帝要使用神国的器皿 用诸般的智慧传扬福音 中文字幕志愿扬福音 中文字幕志愿扬福音